然後去上廁所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 就過來問我說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你都已經看到我的小火箭了 為什麼你還問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請問一下你這一套是空手道還是跆拳道 這個是跆拳道服 跆拳道服 對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打跆拳 就是我有看一部電影 那個電影的片名叫做龍泉小子 然後它裡面的主角也是打跆拳道的 主角啊 對 然後我就請媽媽讓我學跆拳道 真的啊 那你這樣學已經多久的時間了 快兩年了 那你現在是 這個算是哪一個階級的 紅黑代快要升黑代 快要升黑代了 嗯 哇 所以女生是不是比較少學這個 我是男生 你一開始就感激烈了 你有沒有常常被誤會說你是女生 曾經有沒有 曾經有一次 我去表演 然後去上廁所 然後就有一個阿伯 就過來問我說 欸 欸 欸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欸 你都已經看到我的小火箭了 為什麼你還問我 我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然後還有一次我和媽媽去 那個百貨公司 調衣服 然後 就有一位店員 他就特地拿了一件裙子跟我說 欸 妹妹 妹妹 這件裙子很適合你耶 對 那你怎麼回應他 然後 然後我就跟店員說 阿姨 我是男生 然後 那個店員就很驚訝的說 蛤 你是男生喔 抱歉啊 他演得非常好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他好會說故事喔 而且他還會演那個角色 對 我想問一下是誰說那個 可以用小火箭來形容的 我自己想要的 你覺得他是一個火箭 未來他會發展成火箭 我覺得 是不是 夾派喔 火箭夾派喔 要是你 你會怎麼形容 人家是小火箭呢 我當然是想尾蛇啊 不然呢 你有什麼意見 你咧 怎樣 大炮嗎 什麼 大炮嗎 好 我覺得這個話 小小哥完了一台賽 太精采了 我們收一下 等一下我們收一下 回來 難怪很多人會誤會說 你是小女生 因為你真的很清秀 對 而且你流長髮 那流長髮有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 還是因為那部電影 裡面的主角 也是流長髮 因為他越流越長 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耍帥 然後 我就 越流越長 突然我就想說 我好像可以 捐頭髮做善事 所以我就越流越長 好棒喔 對 這個性態真好 那你今天既然穿了這個跆拳道服 要不要秀兩手給我們看一下 對 好 來掌聲鼓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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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太帥了 他是這麼練 你沒在開玩笑的 那兩年的時間 所以難怪爸媽媽給他取這個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大聲講 徐冠軍 冠軍 不行啦 哎呦 看大行攏背後 講起無憂我是很苦惱 比起身材我也很減少 人家來看我創作就在口罵 我怪人說我身材的主角 敢說這世人就做菜招 若沒阿爸的勇求哪會只好 人生路既然有創作就有 人家打拼 早晚也會出口 少少是人來人變好 為一意有種事也沒必要 工作沒有做好比拼恨嘲 你我真是主角的男主角 敢說這世人就做菜招 若沒阿爸的勇求哪會只好 人生路既然有創作就有 人家打拼 早晚也會出頭 少少是一輪輪要人變好 為一意有主意也沒必要 空虧包子好比拼恨嘲 你我真是主角的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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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